科胡一六 第一件事先問一下 你有沒有看這個Obenheimer的電影 我還沒看 我打算留下來 慢慢半夜在那裡慢慢摔的 我不敢快一下 坐車看了就算了 我對電影滿懷期待的 實實真的 這樣的 如果放在YouTube那裡 就沒有這個電影的 但是幸好Patreon就沒有這個版權限制 我們在這節之前 我就會放在Openheimer的trailer給大家看看 但是這次 我們上次就做一個簡單的介紹 但是這次其實我們就想說回 德國的原子彈計劃和范哈頓計劃之間的比較 為什麼一個成功 一個失敗 文鎮宏博士 你可以講講 這裡其實很多時候都是事後成敗論英雄的 你說是不是德國的人比較蠢 所以接著就失敗了呢? 你問我 我覺得未必是 如果你看回在二戰時候那些武器研究呢 德國很多領域領先一些的 你說那些V2火箭炸到英國是真是膽戰心驚的 如果你給它無限資源不停地這樣炸 你其它國家基本上沒有本事去攜帶火箭 你唯一只能夠就是 你唯一反過來 你盟軍想這樣搖他們 炸回德國的地方 你只能夠學日本那樣做神風特工隊的 但是反過來就是 德國就有能力做一些無人的事情 去整個拋體這樣隔幾百公里 三百公里這樣跨過英倫海後 去掉到英國本土那裡 德國是做得到的 所以很多時候你會發現 它原來是一個資源問題 如果你基本上不是說德國的資源被轟炸 破壞蠶食得那麼厲害的時候 你給它任意地去射這些飛彈 我想整個勝負會很不同 同樣德國也是 在那個德國的原子能 還是原子彈計劃裡面 它們整個研發過程受到那個干擾是很大的 就是你首先 你要準備好原材料 你要有足夠的礦藏 就是在說有元素的礦藏 但是你整個歐洲戰場一直在萎縮的時候 很多的礦動一直在縮的時候 不要說是金礦銀礦 是那些如果能夠拿到 就是有那些礦的東西 你都不是那麼容易拿到手 另外就是說 其中德國是希望得到很多的重水 它想得到的重水來幫助它建構一個穩定的 原子的連鎖反應 它在未集中到有足夠的重水 就是它們所需要的額的一半左右 它集到一半左右 基本上場仗就打完了 所以你很難說它們有沒有智慧 達不達到最後的目標 可能你基本上不干擾它最後是做得到的 都不奇怪 但是就是美國那邊 就是整個民軍那邊 它做得到之餘 也都是干擾了別人的發展 而且它也很快克服了很多重要的技術障礙 於是它就做了出來 所以在這裡就是說 你很難用一個直接誠敗論英雄的 但是美國它是 就是這裡可以說的就是 美國在它整個研發過程裡面 是中間成功克服了幾個難關 令到它最後就更加快可以做到這個原子彈 而大家都知道的 最後在歐洲戰場都沒有使用到原子彈 辛苦整了出來之後是用了去日本那裡 所以基本上整個歐戰戰場 就是美國和德國那種決勝負 根本上不需要用到原子彈來決勝負 是啊 這個就是德國人很幸運 不過這裡會不會有一個因素就是 德國是大類清洗了猶太裔的文學家 而他們很多是去了美國 那這個是不是一個 馬爾頓計劃的一個很重要的因素來的 這個我想算是其中一個 就是整個學術重心在那個二戰前完全就在歐洲那裡 就是但是呢 二戰後你會發現 整個那個基礎科學的研究中心就退了去美國那裡 就是很多就是原本在歐洲一流的 就是那些這樣的物理學家很多都轉了去在美國 就是小弟記得自己在紐約求學的時候 都有位很老的德裔的教授 那當然他自己本身應該都是有些猶太血統的 那他正正就是在他的研究生涯裡面 就是在德國就越來越不如意了 就是於是無可避免地要在美國那裡下腳 在美國那裡都不是一下子就下腳的 就是你有些多些學術成就你就比較容易 有些就是如果你還要是女性的話呢 那條路就更加艱辛 就是其實你會發覺那種 就是因為那個政治正確而導致人才流失這件事呢 就是在二戰的時候德國那裡就非常之嚴重 那就是他又不是說所有人才都走了 但是就是你最後 奧恩斯坦他就有份寫信給羅斯福 就說美國在這個原子彈研究那裡不能落後 然後也都被美國集中了一幫非常之尖端的 就是物理學的高手 來去整這個這樣的原子彈 那就是都有一個恥蕭比掌的情況之下 你和美國就提供一個很穩定的研究環境 就是令到這件事成事了 嗯 那有哪幾個點呢 就是大家是分開 因為如果你看回整件事的那個歷史呢 最初發現這個核裂變成是德國來的 嗯 那為什麼跑跑跑輸了呢 這個在哪個位置開始停下來呢 那你說如果真是很仔細的說整個故事 是出到一本書的 但是我嘗試選幾個比較重要的條件先 那首先大家的起點都是知道呢 我們有能力製造核的連鎖反應 就是你不是說隨便有一樣東西有放射性 就可以做到連鎖反應出來的 你是譬如說有二三八這些這樣的元素 它分裂的時候它會放幾顆宗子出來 那幾顆宗子如果再打進去其他的有元素裏面呢 你也都可以令到那個有元素加快去誘發去那個系列變 就是其實很需要就是說呢 你分裂出來的那些東西 也都可以幫助到其他同類元素去更容易裂變 是需要有這樣的條件的 所以現在呢 你發覺這麼多的核元素 為什麼只是用來做到這個核電廠呢 那就是用它自己有這樣的特性 它自己那個比較重的這個同位數 在吸收多了一顆宗子之後 令它可以從沒那麼容易分裂 變成很容易去分裂 而且很容易分裂之後那種狀態 產生出來的那些副產品 也都有能力令到別人變成很容易分裂 就是你要有這樣的物質特徵 你才可以成為一個可行的產生連鎖反應的條件 是不是最初不知道這樣呢? 最初不知道這件事的 去到發現有這個可以被誘發連鎖反應的時候 都已經是30年代的了 已經是 基本上大家學術界都知道的 所以為什麼我會說 日本的物理學家知道 德國的物理學家知道 美國的物理學家知道 是的 問題就是你怎樣在技術上面 將這個東西擺對 令它成功誘發連鎖反應 所以怎樣去整整個連鎖反應是最重要的 還有整整個連鎖反應之後 它出來的力量的能量有多大 你怎樣將它的能量釋放最大化 這個很多時候就關乎這個武器的設計在背後 其中一個很重要的環節就是 你那些這樣的由有的同位素 它分裂出來 除了它產生兩個比較輕的原子核之外 還有一堆高能量的宗子 兩顆至三顆左右的高能量宗子 這些高能量宗子呢 你是要適當地將它的能量控制在一個範圍之內 不可以太快 不可以太慢 太慢的話呢 它也沒有辦法能夠很容易地 黏在一個新的有元素的核子裡面 太快的話也都會降低了它那個 射中其他有元素的機率 所以它一定要將那些這樣的 先前那個行列變所放射出來的宗子 我們叫moderate 就是好好調教 好好去放在一個適當的速度的範圍裡面 你怎樣將它好好地放在適當的速度範圍裡面呢? 如果它太快的話 你讓它撞一些東西 散失一些的動能 令它調教得慢一點 又不要太多 太多的話它太慢 又不對 所以中間就需要一種介質 一種叫moderator moderator 那什麼東西可以成為moderator呢? 德國就選中了重水 美國就選中了石墨 那你到今時今日的核電廠 都是用這些高純度的石墨 來去做這個moderator 就是你怎樣去有效地將 就是我們那些核電廠裡面 有核分裂裡面產生大量的宗子 這些宗子如果太多的話 它就會引發過多的連鎖反應 這東西就會過熱 所以我中間要稍為把燃料棒放低一點 令它吸走多一些 那些高能量宗子 但是如果你把那些石墨棒放得太低的話 就令到它們那些高能量宗子被吸收太多 連鎖反應變得太低了 所以在現在我們用的核電廠裡面 你怎樣適當地把那些石墨棒放高一點 放低一點 就是控制了整個發電機組的功率 當然如果你任由它無止境地放任下去 那它就是一件武器 所以在那個研發moderator材料 就是怎樣把那些石墨 令它的純度提到有這麼高得這麼高 對於德國來說它要解決的問題就是 怎樣把那些重水收集有這麼多得這麼多 那就是它們在研發這個這樣的核電機組 或者甚至乎是這個核武裡面 一個必須要解決的環節 那在這裡來說 對於美國來說就是那些化學家要做事了 那化學家其中一樣就是幫忙想一個問題 怎樣把那些石墨的純度大大提高 那些石墨如果你是開礦或者自己做出來的時候 有很多雜質的 其中一樣最能夠破壞到它的特性的雜質 就是那些彭沙的那些波紋的那些 如果你看回元素周期表 彭和碳都不是站得很遠的 都是一些比較近的東西來的 但是它就會令到那種叫做Boron Contamination 那樣東西就令到那個石墨的那個表現 在那個核反應堆那個機組裡面的表現 會大大被削弱 所以我們能夠怎樣 就是德國它就沒有想到 就是它沒有想到一個好的方法 怎樣排走一些彭沙在石墨裡面 於是他們更多就傾向去儲存水 來去繼續它們的研究 有人就說美國那裡那個研究小組 就是他們的物理學家 趕快解決了問題提出一個新問題之後 法學家趕快接棒幫忙解決了 於是陪大家疊瓦式去解決了問題 令到在整個研究 就是原子彈的過程裡面 就是很多這樣的技術細節 就盡快地去排除了它 更加不要說 就是說如果你在設計那個 就是一個引發裝置的時候 你譬如最基本用油做原材料的原子彈 就是你基本上是把兩塊東西吸在一起 它當時的設計就是這樣的 一邊就是一個U型的殼 另外一邊就是一塊油 其實兩塊都是油元素的東西來的 但是你就要把兩塊東西一塊吸在一起合實去 於是它有足夠的質量 我們就要過了一個critical mass 過了一個臨界質量 於是讓它整個的連鎖反應 就可以被引發出來 但是因為它一有能量釋放的時候 你這樣把東西彈起來的時候 你一定要保證它整塊東西繼續黏起來 不要彈開 你一彈開它 它的連鎖反應就停了 所以其中一個要想的一個很簡單 但其實你一定要面對的問題就是 我怎樣將一塊油二三五 丟進另一塊油二三五的時候 令它騎著不要放 令它繼續進行連鎖反應 就令到整個東西爆出來 就是這個就是一個很簡單的原理 但是就是 但是你就說就是要有這麼多 這些很小的很小的技術的問題 要解決才能夠整成那個原子彈 本來就是一個跨科制的綜合項目 是 有人就留言說 其實在美國這裏 美國人做這些事情 就是很多時候就很 你可以說是很牛仔式的 很狂的 它就說你專家不專家 總之我要解決這個問題 總之現在有這裏 We've got a problem 總之你快點找人過來解決幫忙搞定它 就是總之大家誰 最後就以大家誰能夠解決這個問題 誰就是厲害 這樣來做衣櫃 就不會說怎麼擺 就是又要面子又要擺款 這些這樣的東西 那個人的因素在這個事件裡面有多少呢? 就是說 似乎我們看來德國那個project 沒有什麼主管 主管可能是個政棍來的 那這邊就 它具體的資料上看的不清楚 只是知道它的部門分工 部門之間的溝通就沒有美國那裏那麼熱烈 所以為什麼我這麼期待 Openheimer這套戲的原因呢? 我很想去把這個研究小組的dynamics 他們之間的那些人怎麼相處呢? 去重現出來 就是大家就一定會 大家就叫大家那個first name 然後就 大家都不會政策危助在那裏 大家都在裡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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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裡 總之就是 那個red tape 那些程序很繁複 連這些學家都不是很定的 是的 甚至乎 德國那裏呢 在那個資源爭奪上面 究竟是 把資源放在發展火箭 然後放在那個核武那裏呢? 其實都爭持不下 最後他們更加傾向放在V2火箭那裏 是的 我們簡單介紹一下 我們就期待這個Openheimer這套戲 應該明年才可以看的 到時候我們都會評論一下 我們今天差不多了 在這裡預祝大家聖誕快樂 是的 我們下星期都會繼續 我們年度的科學回估 好 我們下星期見 拜拜 拜拜 好節目 堅持自我審查 因為我們相信內容有價 而你們的支持就至關重要 請大家訂閱梁錦祥工作室Patreon 並立刻成為付費會員 守護自由言論 而我們在YouTube頻道上的每一支節目 都要麻煩大家記得 按讚、分享、留言和按鐘仔 感謝大家一直支持梁錦祥工作室節目